中國武漢爆發不明原因的肺炎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正在監察中並且已經接觸中共當局 另外 武漢的不明肺炎 三天就增加了17個個案 香港大學傳染病專家分析 這不排除有人傳人的可能性 中國武漢因不明原因引起肺炎疫情 中共官方在上個月31日宣稱有27個病例 過了三天 武漢衛健委又公告 不和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 共有44例 其中重症11例 並追踪到121名接觸者 短短三天就增加了17個案 引起學者擔憂 短時間之內 它確認的個案 由27宗增加到44宗 情況其實已經亮起紅燈 所以我們在香港就要認清這件事的本質 以及嚴重性 香港截至4日 累計8宗與武漢相關懷疑病例 其中5人已出院 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何伯良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從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的通告內容 在短時間內增至44宗 當中有25%的個案屬嚴重 又充分理由相信事件涉及呼吸道的新型病毒 且病毒有一定的殺傷力 估計武漢可能有人傳人的情況 對於武漢不明肺炎的病毒源頭 外界多揣測華南海鮮市場暗瘦野味 而病毒就是從野兔 土拨鼠等動物傳到人身上 何伯良指出 如果源頭是來自野味或野生動物 相信在內地有供應鏈 除了供應到武漢外 可能也會供應至其他市和其他省份 對當地屠宰和禁食的人群 都會構成傳播風險 何伯良表示 香港每日有大量旅客 以不同途徑從中國進入香港 因此香港機場 高鐵 以及前縣會接觸病人的醫院 所有應對措施都應該從嚴從緊 香港區議員郭子健也在臉書發布 120位香港區議員的連署信 對香港當局提出6點要求 包括公開受感染地區以及病人數目 避免重演2003年SARS病毒 由中國境內傳播香港的悲劇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瑞珍綜合報導